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是22国的学者举行一个座谈会 叫做汉学与当代中国 你知道在这个话题上提出了最近的一个热门话题 就是关于宋朝 其实宋朝这两年一直就有人在提 听到过很多说法 这次提出来传闻比较广的一个说法是什么 宋朝掀起过人类历史上更早的文艺复兴 打了一个问号 这是这次会上的一个提法 然后比如说有一个来自美国的学者马林 认为宋朝在文化上的发展 甚至是不亚于欧洲的 以绘画领域为例 中国的这个画家呀 已经学会了用画来展现远处的风景 展现重叠式的远处的风景 这是他的这个观点啊 我不知道这个曹老师好像 当然咱们先要说啊 咱们这是个言论自由的平台 也不谁说的都不等于是个结论啊 大家都是在这个参与这个意见 起码不代表凤凰卫视的立场 我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只代表我自己的立场 这位马林先生的名字叫马林 他是南宋画家的名字 所以就很有趣 但是他说宋朝的 宋朝这个时期不亚于欧洲 我觉得是有点侮辱我们大宋了 法国学者汉学家很有名的 在很多年以前 就出版了书叫蒙古王朝的前夜 就是说南宋 甚至南宋北宋 他认为如果说宋朝是第一 全世界第一 没有全世界 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民族文化敢发言 这是郑奈说的 宫崎世帝我更同意 说北宋是现代社会 不是文艺复兴 是现代社会 比如咱们 但这个得先看现代社会的标准 太对了 公务员制 公务员 咱们不是接轨西方的公务员考试制度吗 公务员考试是在宋代完善的 北宋的科举制度的完善 就是公务员制 这个公务员制的完善很简单 就是要正军脱轨 正军分家 管理国家的人就是文官 宋太祖很明确 就是现在说的政务观和事务观 对 分开了 宋代是领人类最先一步走出这个的 这不是文艺复兴了 它就是一步就到了现代社会了 教育普及 咱们的事是无论是房本还是兼本 国家兼就是国家出版社还是民间出版社出的书 那的量加起来是全世界总和也没有宋代出的多 咱们福建四川江西等等都是出书的大户 而且还有人出生叫翻印有功 大概是这个意思 就是版权所有翻印有功 就没有版权你翻吧 大家都考试 所以宋代而且妇女相对自由解放 说到医学 宋代的医学了得 宋代的这个喜愿录直到今天 李昌玉先生认为 来过你这儿吧 李昌玉先生说 宋代的喜愿录对今天的行政学还有指导意义 是是是 我也买了一本 你没看过这个喜愿录 这个余老师你怎么看 我觉得那个曹老师刚才说那个是对的 就是刚才这位马先生 他把那个宋代跟西方人做对比 我觉得是确实是把中国把我们的大宋看得太低了 大宋 他的那种那种辉煌的成就 现在看来确实是是一个传统文化的一个巅峰时代 他不是一个 但我觉得他不是一个说好像说我们的艺术家还在学习某种东西 不是说宋代人学习到的某种东西 而且宋代我们大家也都知道 他应该来讲 就是说是一个知识分子 可能是有点扬眉吐气的一个朝代 因为宋代人不杀士 这是他的家法 他的一个政权 就是赵光印当年是有这个规定 所以在宋代人做一个文化人 他是应该是很很很 应该来讲还是比较舒展的 我就是见过很多这个知识人 都是这个怨声宋朝 那是气息 这个东西是很有意思 你看像严富曾经讲过 这个天眼论的那个翻译 严富讲过 若研究人心正俗之变 像你刚才讲的就是正了 他还有俗了 正俗之变 则照颂一代历史 最以究心 就最以认真研究 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 为善为恶 孤不俱论 而为宋人所造就 十之八九可断言也 他的意思是说 中国有今天的这个现象 十之八九是宋人造就的 甚至于你像陈寅雀 陈寅克先生 说过那种话 就中华文明造极于 照颂天水异朝 巅峰 照颂之势 是吧 为什么这些学者 他都这样的这个意 不是说意淫了 梦回宋朝呢 第一就像于老师说 对知识分子的一个尊重 第二就是咱们也谈过 寒门出贵子 宋朝的这个社会上下流动 它的可能性非常通畅 按照今天苏东坡 或者比苏东坡更低的人 做金官做到这么高 几乎是不可能 而宋代是完全有可能 所以对于文人来说 对于文人来说 书中自有言如欲 指的就是这种寒门 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 做到规则 这个宋代给后人 给所有整个文化的规范 做了一个 做了这么一个 那他的文明这么伟大 为什么到最后不堪一击呢 这个不惯 北宋 是吧 被金所灭 南宋 最后就说 而且甚至还有人 有一种这个互联网上 有一种流传已久的想法 叫做这个 崖山之后无中国 就是因为南宋的结局 就是陆秀夫 背着小皇帝 在广东那个海面上 最后被蒙古大军追到 但是山穷水尽了 投海自尽 就是说 那么人们 有这种说法认为 这个崖山 就是崖山之后 为什么叫无中国 因为接着就元人 和这个满人 中国就是两代的 这个皇朝 是一族政权 所以呢 好像这种观点认为 在南宋之后 中国的很多 这个气 属于中国人的气脉 甚至于文脉 实际上是断损 太半 这个得从几个角度来说 第一个角度 蒙古人刻意削弱 宋的形象 整个蒙古一朝 咱们能看到的 包括赵孟福 忽必烈请他进京 赵孟福 忽必烈让他谈一下 你出身造诵家庭 你谈一下家族的这种辉煌 他就不愿意谈 因为在那个时候 整个蒙古 这朝对宋代的一种 一种指责 或者是贬低 或者这是很明确 在原始上都能看到 还有一个 南方的人 北方的人 都意气怪南宋朝廷 作为失去了 大好河山的罪人 所以到了明之后 对宋代的看法 基本上是沿用原人的看法 这个宋代是不真实的一个宋代 就像夫科说的 我们看到的不是真正的历史 而是历史上写作 通过历史上的一层一层的写作 看到的历史 宋代北宋一点都不弱 很多人说北宋是弱宋 一点都不弱 就举几个例子 刚刚我在跟于老师聊天 就说到 咱们就说宋代的船吧 哥伦布航海到 到发现新大陆的船有多长 21.5米 咱们宋代去高丽的船有多少 它能装1100吨 10吨一个大卡车 就是110个大卡车的货 它能装 你说它的工业发展得多大 你说它的算术 数学 各方面的计算 它的能力 它的整个工业生产能力得有多强 它怎么能叫弱宋 确实不要否认宋代在这方面的 非常辉煌的成就 我觉得 你刚才说的7月24号的会 他说中国宋代是一个文艺复兴 第一次宣起文艺复兴 这个话好像也能成立 因为它有点跟文艺复兴的那个劲儿 有点像 同样 比如说文艺复兴是发现了希腊罗马的那些文艺 那些思想 重新发现 宋代其实也有一个重新发现的东西 但还有人说这个晚明是类似于文艺复兴的一个机会 更早的说是汉武帝是文艺复兴 他独尊辱术也是一种重新发现 对 这个也可以讲 但是我觉得从中国文化的理解来讲 我能接受宋代它是一个大的文艺复兴的东西 比如说他从我对易经的言语来看的话 宋代人发现了先天意 比如说成团传给了后来他们少庸这些人传给了那个二臣传给朱熹 所以他出现了在 你说的是易经 易经的这些东西 包括朱熹后来一直在研究这个易经 和图洛书 对 和图洛书 这个先天意跟后天意差别是很大的 就是发现先天意它是带来一个自然哲学 自然科学的一个大的一个推动 所以宋代能成为一个技术领域的高峰 包括曹老师刚才讲的 他在很多领域造传业 在他的这些包括他的医学领域 都能出现这么大的成就 很辉煌 还有一个就是说 我觉得宋代他之所以能有这么大的一个气象 是因为他的如实道 他在从那个 比如说佛法传到中国 上千年间经过一个互动 他已经完成了中国化 我觉得这么一个 这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 他不像我们现在 比如说我们从马干尔里访华以来 我们对西学 是吧 对外来的东西 我们还是一个排斥的 我们不认为那是我们自身的一部分 包括最近还说 那个外语教材 它要占的比例要有多少 这种我们在大宋朝代 不可能想象还有这种事发生 我觉得那它是一个 就是一个很开放的体系 所以那个时候的文人 那个时候的知识人 包括那个时候的官员 我想他们对于当时的西学 如果我们把当时的西学 就叫佛法的话 他对西学的掌握 比我们现在人对西学的掌握要多 深得多 老师 这块我倒想接一下 这个西学的问题 这个佛法 它是多么系统的介绍 唐玄庄是多么辛劳的给大家翻译 是 不光是翻译 他还解说 他还给开课解说 那么咱们这三十年 回头看这三十年的西学 就是有一点一铃半早 东一郎头 西铃破碎 碰到什么就是什么 都已经在西方受到了排斥的书 碰到哪个翻译家手里 他翻译了之后 然后在全国热卖 奉为经典 这个事情就是非常不系统 你要是真的想研究西学 给他系统的理一下 翻译的人介绍这个书为什么重要 这一点我觉得三十年还不够 你像这个马林这位学者 还讲到这个中国的宋朝画家的这个发现 我就更觉得 其实这个吧 中西还真的是两回事 它根本是两种哲学 咱们先去下广告 枪枪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曹老师我扳门洞扶两句 因为这个恰好是我的这个 我有对这个有兴趣 我最近呢也正在这个学习那个方文教授 您知道方文教授吗 比较熟悉 他是这个普林斯顿 我们比较熟悉 比较熟悉吧 方文教授就研究 他是跟大都会 他是大都会的东方部主任 大都会的很多中国作品的收藏 与他栖息相关 没有他就没有那一块 对了 我为什么就找上他了呢 因为呢我看中国话呀 我有一个问题 我恰 后来我恰恰发现呢 他就是从这个问题啊 做出了一个他的论文 给西方人去解释中国话 无形中也就为我提供了一个解释 我的问题是什么呢 这个中国话呀 最神奇的就是我们看不懂的这些人啊 我可以跟人讲非常有意思 就是中国话是你去看啊 你去你去猛一看你觉得很很真的 很像啊 没有什么问题啊 可是呢 反倒我要日仔细的指点你看一看 我说你有没有发现 比如说一个像南宋的那个画 他一个松树啊 这个松树的松针 擦擦擦擦擦 这个松针在画面上的这个大小啊 可能比树干还大 实际上是非常不合比例的 呃或者再也就说 按照西方人所说的叫做焦点透视哈 我说你比如说范宽的西山行李图 我说你怎么觉得他这个山 你猛一看你觉得很对啊 但你仔细一看呢 他在后面的山 他怎么形体上比前面的山要大的多 要明显的多呢 就是你明白出现了一种幻觉 或者一种就是说 但是呢 他又不像毕加索 毕加索这种像西方的这个艺术是 你看了他就是怪怪的 他他他他他就是不太像是那个写写实的啊 中国话是什么啊 我要不跟你说呀 你猛一看你觉得很写实 太是那么回事了 需要我细细的跟你说 你才发现 哎 这是怎么回事 不确实是不对啊 他比例上是不对的 可是比例上这么不对的东西 为什么你看上去 哪怕是外行 完全看不出不自然 哎 我就有这个问题啊 我就学习这个方文教授 他给了一种西方人能接受的解释 其实就是说啊 就是包括马林这位学者所说的 他说啊 这个中国话 你仔细看呢 是层叠式的 你你假如说你用玻璃片 你看这一片山 前景的一片山 后景的一片山 还有一个树 还有这个 哎 这些玻璃片呢 要是按照物理的那个透视的距离啊 它是应该有一个相应的缩小的 但是中国话呢 也许是同样大 也许是甚至后边的还大 但是你就假想 他这些玻璃片压在了一起 实际上你把它分离开 它是一片一片的 它又能够 哎呦 这一下让我想到平行宇宙 就是所谓中国话的这种啊 有游离的试点 它是散 为什么说是散点透视 哎 但是为什么这又解答我刚才说的问题 为什么我们这些外行 一看又完全像真的 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呢 因为这是那天我跟我一个画家朋友聊 我们发现啊 中国人也了不起 就是什么呢 西方的那个透视啊 是物理学 是光学得出的结论 可是呢 人呢 人看东西 你注意到我们眼睛的试点看东西吗 我们的东西就是散点透视的 我现在到曹老师脸上 曹老师脸就最大 我现在倒是一个镜头 这镜头就最大 最清晰 你看 我们的眼睛就是散点透视 组成了我们大脑这个图像 所以说这个方文教授这本书叫心印 就是心像 嗯 这中国画家画的啊 是心像 所以说我说我找出三幅啊 这堂堂大山就代表宋代的精神 北宋的精神 你可以看 这在北京 这在台北故宫啊 太著名了 这是三座高峰吗 范宽的西山行李图 你注意到呢 我刚才说的 他山在后头 可是你觉不觉得他泰山压顶一样 他比前景还要大 可是你并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你再看下边 你看这是郭熙的早春图 就当时的国家画院里的 哎 你看 你注意到他在这个 他用这个云呢 他分开一片一片的实际 他是这么 其实他也分前后 但是你不能那么理解啊 你往下看 这是礼堂的 就是入了南宋了 叫万赫松风图 这个曹老师是专家 你刚刚说的心印 它的题目来自宋代 米符说画为心印 那就是宋代的印象 对 翻译成英文叫mind image 这个形象啊 是脑子里的 不是眼睛里的 这一块就不多说 方文自称是潘诺夫斯基的学生 我都不知道潘诺夫斯基 是那个图像学研究 他就是以图像啊 什么他这个 这是方文早期的研究方式 后来他就不太做了 发现有一点说不通 你这个 我觉得他是帮着 用西方人的那种空间概念 非常有 来让他解释 你说的非常对 但是你那个 一个视觉思维 是 他是一个视觉思维 但是中国人不是视觉思维 他想用 对 他想用西方的习惯的语言 来解释给西方人听 对 但是后来他发现 离中国太远了 后来他又改了 他的晚期的学术 和这样又不一样 你刚刚说的 这眼珠子动 我觉得非常好 为什么呢 当年那个叫 大卫霍克尼 被请到大都会博物馆 去看这个乾隆南巡图 大卫霍克尼 看了那张图 又看了一张 西方的风景画 他说西方的风景画 是宁式 眼珠子不带转的 转了就透视都不对了 对 然后中国这个南巡图呢 你看这房子 看起来像是歪的 其实不是 就像是你拿着录像机 从哪个角度都录下来 你看的时候是这样 从这儿过来的时候 这样看房子 等你转过来 那房子转成那样了 对 你这么卷的时候 你不觉得它怪 它是动态的把握图像 但是呢 它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啊 又不像西方那些现代派 就弄得干脆跟这真实啊 就相距很远了 拼贴啊 对 他们是拼贴 他这个看着 你看任何一个老百姓 看中国的西山行李图 好啊 这画 没什么不对劲的 西山行李图呢 它用的是一种风景画 山水画里的一种透视方式 所谓的散点透视 叫步步景 步移景移 它能够用不同的表现手法 把这个动感画出来 就像我从山下拍到山上 一大堆照片 然后像拼贴一样 把它拼起来 但是呢 又通过那个PS 叫什么做图软件 给它做成一个枕的 就特别了不起 所以就说这种试点 你不能说是比西方落后 是吧 它甚至它在宋代的时候 已经高度成熟了 它还比你早几百年 这个汉学家研究的 中国的美术史 经常会说 啊 中国开始进入了西方的 文艺复兴这个概念了 他就拿西方的这个尺度来 尺度作为是万事皆准的标识 你在我之前 你在我之后 所以曾经有一位美术史学家就说 如果要用沃尔夫林的 风格学研究 中国的绘画 永远都在古代 不开化愚昧 因为它永远没有脱离线性 沃尔夫林就从线性 就是用线条勾勒 到渲染 是一个古代和现代的一个飞跃 那中国今天还勾勒呢 对 但是曹老师 我也有个问题 就是说很多人对中国画 不说山水画 山水画确实很了不起 人物画 画人画不 画得太难看了 徐悲鸿说了 一笑变老 一画笑容 人们就变老了 对 就是说是不是因为中国人 没有个体精神 才把 你看那个中国古代的那个画 画那个男人女人 都是基本上大同小异 中国人古代画人 他不看人的 不写身 他有个模本 有一个本子 就像写样子一样 看你是国字脸 是蛇精脸 然后去找跟你差不多 然后修改 他过去讲 咱们是个城市化 就是杖山 尺数 寸马 分人 就是一杖的山 一寸的马 一分的人 其实它是一种宇宙观 就是说人在天地之间 是很渺小的 但是你到宫廷 看看宫廷的肖像 那他先从 对对的人写身 然后最后化成这种模式的 城市化的肖像 他还是有这种功底的 其实就是中国的人物化 也不得了 你比如说大英博物馆 现在这个女史真图 那种 那个人就像腾晕驾雾一样 就是中国 他有些 有个画家朋友跟我讲 他说 这个西方人是 他画人画的很像 中国人画的有仙气 你看中国人 其实跟他那个线条的 那个飘逸 中国人画的人都有仙气 你看佛教造像 就是剑陀罗那种 从中亚那边 到了中国这边 你就觉得 他好像有那么一种仙气 这是一个东西 马林说到这个透视 他指的是这种 有深度感 就中国叫深远 他说宋代开始形成 高远 平远 深远 这三个透视概念了 其实理论上可能是宋代 但是在实践上 应该找到汉代 比如洛阳 汉墓 那上面画的上林院 几个官在那站着谈话 这种深度感 不亚于波提切里的村 那种透视感 远远超过波提切里的村 但是我们也确实看到 宋代它确实 还是有那种转折 刚才文桃讲的 比如说我们很多年轻人 受这种现代 教材影响的年轻人 对宋代的印象并不是很好 因为有礼学 我们一想到宋代的礼学 魂天礼 灭人语 对 也是从那开始 包括有些人 甚至从欧阳修的秋生赋 那篇赋里面就能够感受到 说大宋王朝的秋天来了 对 就是他就觉得 这个宋人的那种心态 不是像我们说 西方人的那种心态 就是那么张扬 那么自信 这点是很有意思 包括说宋代的鸡贫鸡弱 这其实也是大家形成的印象 是吧 不然他对北方的那些民族 他确实是只能是去行贿 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个网文 当然这个观点也有点极端 他也就是说 他说我不认为 他说我认为你 如果你这么牛 你制度这么好 你什么都这么好 你这么富庶 你就不应该这么不堪一击 怎么被人一打就惨了 而且甚至他们 所以历史是很复杂的 比如说他就讲 给了很多钱 给说辽国 而且他讲从北宋到南宋 中国人说话不算数 中国人 这个北宋的王朝 比如说当时贾四道 跟蒙古人达成的议和 实际是他私下里谈的 根本就没有跟正式的国家承认 就是很多这种具体的细节上 就是需要搞清楚 到底是我们违约 还是蒙金违约 我觉得这个需要搞清楚 这个北宋这一场战争 跟辽戴金 金朝的战争 其实也并不能说 北宋就是鸡贫鸡弱 北宋那个时候非常强 如果不强的话 他不可能去打辽